大家好,今次要和大家討論新縫稅的計算 新縫稅計算會在中三課書中介紹 首先討論稅款計算原則 第一個是二年度計算 即是所有收入都是用一整年的收入計算 稅都是一年交一次 原因是政府沒那麼空每個月都計算一次 你有多少收入,要問你收稅 所以一年才計算一次,省省人手 第二個原則是能者多付 即是有錢人收入比較多的人 需要交多些稅 交多些就不單是銀碼上交多些 所以交的稅款佔入息的百分率 都是要多些 這就是能者多付的原則 接著我們看看面稅額是甚麼 以下的例子方便計算 就當成10萬元 實際是10萬元 108千元 亦是每年會改 那些免稅額 首先這些免稅額 政府是不會在這10萬元收取任何稅款的 即是你賺到的錢 那些免稅額 政府在這10萬元上 一毛錢都不會拿來的 原理就是這10萬元是給你應付基本的生活開支的 醫食住行等 所以政府就一元都不會拿來的 所以政府就一元都不會拿來的 接著我們認識一個 term 一個字眼叫英貨稅入息 其實就是這個我們計算 新房稅一開始就一定會計算 那這個做法就是 計算了一個全年總入息 減免稅額 那剩下的錢就叫做英貨稅入息 那些錢就是要抽稅的 政府會在那裏拿出一個百分率出來 就是做稅款的 那我們做這些題目的時候 也要看清楚 究竟題目給你那個入息 是全年入息 還是已經減免稅額的 英貨稅入息 看清楚 如果是全年入息的 那就要減免稅額 如果是英貨稅入息的 就是已經減免稅了 這個要留意的 接著就是這個 雷進稅 首先這個表 就不需要背 因為這些稅率 是每年都有機會改 每年公佈財政預算 就有機會加減 那視乎政府的財政狀況 那在這裏 我們怎樣去理解這個 雷進稅呢 首先我們找到回來的錢 所以 頭10萬元 是不需要交稅的 0% 那這個就是我們說的免稅額 這是給你用來應付生活開支的 所以政府1元都不拿來 好了 接著4萬元 就要拿2% 接著就7% 12% 之後剩下多少呢 都全部計17% 好 很多時候同學就不明白這個表 究竟在做什麼 那我們用個例子去算明 那我假設有個人呢 他全年的入息就是 30萬 那我們這裏 看到有30萬 首先這裏 這裏有10萬元 而這10萬元就是免稅的 這10萬元政府是 1元都不會拿來的 好 接著 剩下這些呢 我們就叫做 應貨稅入息 Chargeable Income 應貨稅入息 應貨稅入息 要交稅的 多點入息 但多點如何計算呢 在應貨稅入息 頭4萬元 即是黃色這些 就要交2% 即是這4萬元乘2% 就是這部分要交的稅 接著 又拿多4萬元出來計算 而這4萬元就是要交7% 接著再4萬元 這4萬元就是要交12% 那餘額 剩下多少都是計算紅色的部分 剩下多少都是計算 17% 就算剩下100萬都是計算 17% 那這個實際上要交多少錢稅呢 那我們計算這些題目一開始 就把全年入息 減了免稅額 就是計算了20萬元 那這個就是應貨稅入息 那這個第一步先做了 那稅款就是這樣計算 那頭4萬元就交2% 之後的4萬元就交7% 再之後的4萬元就交12% 好了 那我們接著計算餘額 最後剩下多少呢 那應貨稅入息就是20萬元 那減了我們之前計算了 有3個4萬元計算了 那總共12萬元 那減出來的餘額就是8萬元 而這8萬元就要計算17% 那我們計算那條數出來 那他總共要交2萬2千元的稅 那第二個例子 那這個人呢 沒有賺那麼多錢 那他一年就賺12萬的稅 那一樣這樣計算 這10萬元是免稅的 政府一元都不會拿來 那接著呢 那餘下的2萬元呢 那政府就要在這裏 拿少許出來做稅款 那拿多少呢 拿2% 這2萬元就要拿2%來交稅 所以他要交的稅 就只是2萬元乘2% 那他要交400元而已 那我們比較一下這兩個例子 他交的稅 那麽算 直接就要添加 它 jealousy 全年 nehme去的總入息 為何… 那他又頂加 是三十萬的時候 布石頭佔year 那他會交 بعد普遍 من庸 和税款的比例是0.3% 即是收入高的人 交的税不只是銀碼比較大 而是佔的百分率也比較大 這就是我們雷進稅計算的目的 看看我們之前的圖 例子2是交0.3%稅 你會看到12萬元內 大部分佔了10萬元都是免稅 只有少部分 黃色部分是交稅 即是交2% 所以計算出來 交的稅款只是佔全份收入0.4% 而例子1也到了 全年入息30萬 只有3分1 10萬元是免稅 其餘的分別是2% 7% 12% 所以拉雲來計算出來 它交的稅款佔全份入息的7.3% 這也是雷進稅的精神 就是慢慢地 你越賺得多錢 那部分就越來越交更多的稅率 希望可以做到能赦多福的精神 總結 兩個重點 稅率的表 不用背 因為這個稅率是每年都可能會修改的 所以題目一定會給你 第二 那個雷進稅 一級級的2% 4% 7% 那究竟是什麼呢 其實那個目的就是 體現那個能赦多福的目的 那如果一個人的入息 總入息比免稅還低 例如他只賺80萬元一年 那免稅是10萬元 那他就一元都不用交 所以要交這麼多錢 那賺很多錢的人 那他要交稅的百分比 都要多些 好,講到這裡